江西西部的旅游景点武宫山 整座山头挤得满满满 说是要看壮观的日出 但上山的人龙蔓延整座山 空拍画面更加壮观 除了山上 深圳海滩也是如此 入眉形容简直就是一锅饺子汤 大陆超级十一黄金周的人潮实在太多 社群网站出现一种新玩法 叫做极限24小时吃遍整座城市 牛肉火锅 深蒙海鲜 挑战在同一个城市从早吃到晚 不用到景点人几人 还能拍照打卡向朋友炫耀 节假日期间因为暴影暴时 出现了一个极性胰腺炎的发病率也比较高 特别是中毒的胰腺炎 处于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疾病 它很容易引起多脏性功能衰减 医生不鼓励年轻人这种新的旅游方式 但这次十一长假塞车又塞人 这个程度网红火锅店都排到了第645桌 到了年轻人瞄准的传统菜市场 在一二线城市乃至特色小城中 菜市场正成为City Walk打卡热门地 大众点评上涌入菜市场的年轻人 或在评价区写下菜场寻宝记 或在公月笔记里分享菜市场散布导览 近一个月菜市场搜寻量增加了120% 为何旅游目的地会从景点转向这 陆媒报导年轻人子已经不爱传统的旅行方式 免费逛市场还能寻找熟悉的家乡味 TVBS新闻一句话黄刚齐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